納爾遜自然是知道什麽叫做月神會的,所以,我用不著多費唇舌,向祂解釋。 納爾遜道,你不說,我也想告訴你了。 我雅易道,你是怎麽知道的? 納爾遜道,本地警局接到報告,在一個組備而為是月神會會聚活動的地方,發生了一場打斗,打斗的另一方,只是一個穿西裝的年輕人,我便想到,那可能就是你了。 我呆了一呆,不教奧地一聲道,原來那是月神會的人物。 我想起了那個精於柔道的老者,那兩個假扮窮疲障大漢,以及他們的突然離去,的確都充滿了神秘詭異的色彩。 按照這樣說來,月神會之注意我,還在某國大使館之前了。 因爲在我和那精於柔道的老者動手之際,我還未曾和某國大使會面你。 我呆了半響,將那場打斗的情形,向納爾遜簡略地說了一下,便道,如今,如果你只想追向那雙子下落的話,那麽,我便要單獨切法脫身了。 納爾遜再不言語,當然他心中是在生氣,但因爲我並不是他的下屬,所以不能對我發脾氣。 納爾遜好一回不說話,才輕輕地嘆了一口氣,道,我想不到你會這樣說法的。 我提高了聲音,道,我是為了方天,才免強介入那種危險而又無聊的漩渦之中的。 如果只是為了勞雜紙金屬雙子的話,那我自然要退出了。 納爾遜望著窗外,道,好,可視在一千萬人口以上的東京,你怎能找到方天呢? 我道,你說方天道日本來,是某國太空發展機構最高當局給他的一個假期,難道他可以不回去報道嗎? 到了哪時,他不就自然出現了嗎? 納爾遜道,不錯,假期的時間是三個月,如今已過去一個月了。 方天假期結束之後,某國的探索土星計畫,也到了非實施不可的時候了,便沒有時間,再對他們作全面的調查了。 我不復道,為什麽? 納爾遜道,我也不十分清楚,大致是因為環繞著土星的那一圈光環,是某一種地球上所沒有的金屬游離層。 如今的計畫,是要憑藉著那由利層的特殊引力使得太空旋能夠順利到達,而由利層的吸引力,卻是時強時弱的,如果錯過了兩個月之後的那次機會,就要再等上幾十年,才會有同樣的機會了。 整件事情的複雜,可以說以到了空前的程度。 它不但牽涉到了地球上的兩個強過,而且,幻關係到離開地球那麼遠的星球,而關鍵,又在一個神秘的,有著藍色血液的人上。 我只感到腦中翁翁作響,一點頭水也沒有。 好一回,才道,依你之見,又當如何呢? 立以信道,我的意思是,不論是什麼人在跟蹤你,你都不加理會,我深信你能夠安然地擺脫它們的。 目前,你最要緊的,是去調查哪紫硬金屬雙子的來源,在日本,能夠看折。 他已經說過哪句話的了,所以,我不等他講完,便打斷了他的話頭,道,為什麽? 立以信直視著我,道,因為我相信兩件事是有連繫的,你到某國大使館去,雖然未曾找到方天,但是發現了哪紫神秘的金屬雙子,我深信哪雙子是所有事情的重要關鍵。 我苦笑了一下,心中暗喘,要調查哪紫雙子的來源,的確不是難事,本來我可以一口答應了下來的,然而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,我實在不想做。 立以信先生道,如果你不想去的話,相悅之後,我自己會去進行的。 我道,難道國際警方,再派不出得力的人來了嗎? 立以信輕嘆了一聲道,我相信你也有這樣的感覺,要找一個合作的對手,拼不容易的事情,而你是個罪的合的人了。 我的心中,斗地升起了一股之耳之感,我暫了起來,道,我如今就去進行。 立以信道,關於這件事,我如今也是一點頭緒沒有,但我可以向你提一個鐘谷,你別將事情看得太簡單了。 我道,我在東京,認得幾個有名的私家偵探,我相信他們可以幫我一下的。 立以信先生急道,可是千萬別向他們說出事情的真相來。 我點頭到,知道了,我向門口走去,還未到門口,立以信已道,你回來,關於海民、方的資料,你還未曾向我講完你。 我又回到了他的病床旁邊。 上次,我剛要向他提及海民、方的一切,被那群打徒的突然出現,而打斷了我的話頭。 這一次,沒有人再來打斷我的話頭了。 我向納以信詳細地講述著方天的怪血液,以及他似乎有著可以令人產生自殺之念,拼付諸實行的可怕的催眠力量。 以及他有著亮光一閃,便幾乎使我不能再做人的神秘武器。 關於方天的一切,聽來是那麼地怪但,若不是納以信已和我合作過許多次,知道我對他所講的絕不是虛語的話,他可能以為我是在發夢危了。 他靜靜地聽我講完,道,這件事,我要向最權威的醫界人士請教,何以人會有藍色的血液? 然而,藍色的血液,和他在某國土星探索計畫中所做的事,有什麼關係呢? 我道,或者他想一名驚人。 納以信道,如果是這樣的話,那也不值得大驚小閉了。 問題就在於他在太空船上,加了了一個單人倉位,像是他準備親自坐太空船,飛上太空去一樣。 我道,他這樣做,是不是破配了太空船呢? 納以信道,並沒有破配太空船,我已經和你說過了。 相反地,他在太空船上,增添了不少裝置,經過研究的結果,這些裝置,是有利於太空飛行的。 最近我還接到報告,說某國的科學人員,又查明了方天的一項新裝置,是他自己發明的。 我心中大事好奇,道,那是什麽? 納以信道,他做了一個裝置,可以利用宇宙中的某一種放射線,成為一種光能,保護太空船,使得太空中的穩星,再碰到那種保護光的時候,便立即變為微小的塵內。 我實聲道,單是這一項發明,以足可以使他得到諾貝爾獎金了。 納以信道,所以某國的科學家一致認為他是獨自在改進土星的探討計畫,而不是在破配,正因如此,所以對他的調查, 也是在暗中進行的,海民,方本身,並不知道。 我來回度了幾步,道,你如此深信哪子相指,和海民,方有關,又是為了什麽? 納以信初了初守,道,有些事,是很難說出為什麽來的,那只是我的一種直覺。 但是我認為,那只是相指,恰好在我們全力對付海民,方的時後出現,而某國大使館又對之看得如此嚴重。 這其中還不是大有文章嗎?所以我相信事情可能和海民,方有關。 我嘆了一口氣,道,好,我不妨去調查一下哪子相指的由來。但是,我將迎追尋方天的下落。 納以信新手在我的肩上拍了一拍,道,不要忘了你,還是月臣會和某國大使館的目標。 我苦笑了一下,道,我到日本來,是想休息一下的,卻不了倒生出了這麽多麻煩來。 納以信意味深長地道,人,是沒有休息的。我轉過身,向病房門口走去,道,希望你和東地警局聯絡一下。 我本來是準備在醫院中妻身的,但如今既然要活動,便不能留在醫院中了。我想作為當地警局新陸用的一名雜工,並且希望能夠在警局公益宿舍中,得到一個床位。 納以信道,容易得狠,一小時候,你和我聯絡,我便可以告訴你該在何處過夜了。 我不再多留,經至走了出去。我的身份,將一便移為當地警局的集工了。我想起那些環在旅店房門外等我的人, 心中不敢又好笑起來。我出了醫院,在一家小咖啡座中座了下來,攤開在路上買來的報紙,見好幾家報紙,到在評擊警方最近突然實施的嚴厲檢查制度。我心中又不敢淡淡彈食。 因爲那樣嚴厲的檢查,並沒有使方天出現。方天可能還在東京,但是,他隱藏了起來,是為了什麽呢? 難道他已經知道了我沒有死在北海道的雪地之中,也來到了東京,仍不肯放過我。我想到這里,心頭不敢感到了一股寒意。老實說,我絕不怕力量強大的敵人,我曾經和人所不敢正視的黑手黨和胡黑黨交過手。 但是方天,他卻是那樣一個神秘而不可測的人,直到如今,我仍然不明白方天是我受到那麽重傷害的,是什麽武器。 接著我看到報紙上,有一則十分奇怪的尋人廣告,道,藤夫人店中豈有注意,速與我聯絡。 左左目青郎 首先吸引我的,便是左左目青郎這個名字,因爲那正是在醫院中為我自相的左左目博士,而藤夫人店中豈有,自然就是我了。 我自出了醫院之後,便未曾再和他聯絡過,在醫院中,我也沒有地址留下過。 這位世界著名的醫學博士,有什麽急事要見我呢? 在尋人廣告中,並沒有左左目博士的地址,但要知道他的住址,實在是太容易了,只消除便撥電話去任何一家報館,便可以知道了,因爲左左目博士是日本有名的醫生。 我喝完了咖啡,便以這個方法,得到了左左目博士的地址,但我卻拼沒有立即就去的意思。 我擠上了永濟的公共汽車,沿途向人問著路,東京的道路之混亂,世界任何城市,無出其又,在一個小時之後,我到了一堂新造的四層大廈之前,在大廈的招牌板上,我找到了小田園偵探道的招牌。 小田園是一個私家偵探道,幾年前,我和他在東京相識,我們曾經合作偵查過一件和商業戰爭有關的案子,以後便沒有見過。 如今,他的偵探是無所,已搬到大廈中來了,可見他運得不錯。 我直上四樓,推開了門,居然有兩三個女秘書在工作,我為了保持身份秘密起見,拼不說出我的名字來。 而我這時,穿的又是清潔工人的服裝,女秘書連正眼也不向我看一下。 我足足等了半個小時,才聽得一個女秘書懶洋洋地道,小田園先生請你進去。 我走進了小田園寬大的辦公室,咳嗽了一聲。 講了一句只有我和他才知道的暗語。 小田園寫起頭來望著我,他面上的神情,殺時之間,又冷漠而變得熱情,向我衝來,連椅子也翻了。 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時,我卻大搖旗頭,道,你是一個別格偵探。 小田園寫著眼望著我,我有道,你的事務所那麼漂亮,將會使你失去了無數有趣的案子。 我相信你最近的業務,一定是忙於提闊太太跟蹤他們的丈夫,是不是? 小田園寫了一下,顯然已被我說中了。 我不等他探苦經,又道,我想要點知了,相信你者你一定有的。 小田園寫又高興了起來,道,好,你說。 我道,日本有幾家公音,是可以進行最新的硬金屬高溫汗接術的。 小田園道,我派人去查。 他按動了對講電話,對知了失的人員講了幾句。 不到十分鐘,回答便來了。 納爾遜先生的估計不錯,全日本只有兩家這樣的公音。 一家是製造精密移器的,另一家則以製造電器用器,慈名世界。 幼化了三十分鐘的時間,和這兩家公音通電話,得知了哪家精密移器製造音,曾在十天之前,摺到過一件特別的工作,便是汗摺一紙硬金屬相紙。 委託他們做這件事的人,叫作井上似雄。 這個名字,對於不是日本人聽來,可能一點意義也沒有,對於日本人,或是熟悉日本情形的人來說,那卻是一個十分驚人的名字。 井上家族,在日本可以說是最大的家族,而井上似雄,又是井上家族中的佼佼者,他擁有數不清的企業,是日本的大附庸。 而據哪家製造精密移器的公音說,他們本來,是不接受這樣的工作的,但委託者是井上似雄,自然又當別論了。 當我問及,在那紙硬金屬相紙之中,是索摩東西之際,公音方面的人,表示猶豫,說那是業務上的秘密,我如果要知道詳細的情形,公音方面將我當作新聞記者了。 我又問及哪種硬金屬的的成份,據他們說,那是一種的合金,其中有一種十分稀有的金屬在內,要再涉是八千四百度,才能溶化,他的硬度,是鑽石硬度的七倍。 公音方面拼還自豪地說,世界上沒有幾個地方,可以用高溫切割術割開哪紙相紙。 我心中暗喘,訪問小田園的結果還算是圓滿,我又在小田園的事務所中,和納爾遜通了電話。 我向納爾遜通了報告。納爾遜通只告訴了我一句話,你的住所,被安排在第七警察宿舍,你到哪里,就有地方安睡了。 我向小田園問名第七警察宿舍的所在,便辭別了他,走了出來。 小田園看楊子以厭倦了跟蹤生涯,可有意要和我一起做些事,但是我卻怨他了他,他神色顯得十分嘴喪,一聲不出。 小田園本來是一個十分有頭腦的私家偵探,他和我合作的案子,也十分有趣,經過過程很短,有機會當季再出來,以享讀者,此處不聚。 我離開了那堂大廈,一面走,一面又買了幾份報紙,這才發現,幾乎每一張報紙上,都有左左目博士刊登的尋找我的廣告。 我的心中,十分猶豫,不知道是去看他好,還是不去看他的好。 照理說,左左目是國際知名的學術界人士,似乎不會害我的,但是,如今某國大使館失去了我的宗職,一定急得如同熱窩上的螞蟻一樣,會不會是他們通過了左左目來引我上勾呢? 這的確是我不能不考慮的,因為我向某國大使館玩了那樣一個花樣,某國大使館自然要千方百計地找我算帳的了。 我向左左目博士的住所移去,但是到了他住宅的面前,我卻拼不盡去。 左左目所住的,是一所十分精緻的房子,那一個花園,在東京的房子中,也是不可多得的。 圍牆拼不十分高,我遠遠的望去,只見花園中有一大半是六因的草地。 草地修飾得十分整潔,可以知道屋主人並不是一個隨便的人。 我便在左左目的屋外等著,足足有一個小時,只見左左目博士住所出入的人,只有兩個,一個是女士模樣的人。 另一個則正是提著皮包的左左目博士。 我心中雖然存有戒心,但是這樣等下去,也不是辦法。 我先取下了面具,因為我如果戴著那尼龍纖維所織成的,精巧之極的面具的話,左左目博士是認不出我來的。 我走向前去按門鈴。 門鈴才響了兩下,便聽得一個十分清脆悅耳的聲音道來了。 那時,我的心情,可以說是煩亂到了極點。 而且在東京,除了納爾信先生一個人之外,我也幾乎找不出第二個可以信託的人來。 我等於是生活在恐懼和不斷地逃避之中一樣。 然而,那一下應門的聲音,聽了之後,如令人生出一股說不出來的寧貼舒服之感。 我心中正在想,那是左左目的襲摩人時,已從鐵門縱望到,自屋子中,快步走出一個少女來。 那少女穿著西裝衣裙,頭髮很短。 直到她來到了我的面前,我仍然難以說她是美麗的。 但視自她身子妹一部分散發出來的那股青春氣息,卻使人不自由主,心神為之一爽。 那少女是一個毫不造作,在任何地方,都會受到真誠歡迎的人。 她的年紀,若莫在十八九歲左右,見到了我,她面上現出了芽兒的神色。 但視她的聲音,卻仍然是那樣地可親,又軟和動聽,道,先生,你找誰? 我道,我找左左目博士,視她若我來的。 她揭曉歷使她的懷疑神色,不明顯地表示出來,道,是家父要你來的。 原來她是左左目博士的女人。 我連忙道,是,博士在報上登廣告找我。 我話未講完,左左目小姐,後來,我知道她的名字叫左左目貴子,以亞地一聲,叫了出來,道,原來是你,快請進來,父親因為等不到你,幾乎天天在發脾氣你。 她一面說,一面便開門。 我推門走進了花園,笑道,小姐,博士的廣告,燈在報上,人人可見,也人人可以說和我同樣的話,你怎麼立即放一個陌生人進屋來了? 她呆了一呆,才道,你會是配人嗎? 她的嘴非常甜,所說的每一句話,也都是非常動聽的,令人聽來,說不出的舒服。 我連忙道,如果是呢? 她道,別開門笑了,父親在等著你啦。 我跟在她的後面,向屋子走去。 歸子的步法,輕盈得像是在跳芭蕾舞一樣,她才到門口,便高聲叫道,巴,你要找的人來了。 從屋中傳出了著木博士轟雷也此的聲音,道,誰? 我立即道,是我。 博士幾乎是衝出來的,她一看到了我,立即伸手和我握了一下,又向貴子,登了一眼。 歸子低著頭,向外走了出去。 博士急不及待地將我拖到了她的書房之中,並且小心地關好了門。 她的動作,顯示她心中有著難題。 她坐了下來之後,手指竟也在抖著。 我將我坐的椅子,移近了一聲,道,博士,你有什麼心事? 博士抬起頭來,道,這件事,非要你幫助不可,非要你幫忙不可。 她在說那兩句話的時候,面上竟然出了十分痛苦的神色來。 我伸手按住了她在發著戰的手背,道,博士,只要我能夠做得到,我一定盡力而為的。 博士的臉色,好轉了許多,她又發了一會呆,才嘆了一口氣,道,是貴子,我的女人,我不能讓她和那人結婚的。 博士的話,使我莫名其妙。我細細地想了一想,才想到可能是她女人的戀愛問題,使得作為長輩的她,感到了了頭痛,要向人求助。 但我什麽時候變成了戀愛問題專家呢?我的心中,不禁苦笑了起來。 同時,我也十分後悔,因爲我剛才子當博士是有著雜摩極其重要的事,需要人幫助,是以財草草地答應了她的。 如今看來,我至少要在這無聊的事上,化去一個下午的時光了。 我無可奈何地道,博士,人女的婚姻,還是讓人女自以去做主罷? 博士緊緊地握住了拳頭,道,不能!不能! 我仍隱忍住了氣,道,貴子看來,拼不視不聽父親話的女人,其中詳細的情形如何? 你不妨和我詳細地說上一說。 博士嘆了一口氣,道,貴子是從小便許配給人的,是井上家族的人,他和未婚夫的感情,也一直很好。 這是半身舊式的分配辦法,我的反應十分冷淡,道,忽然又出現了第三者,是不是? 左左目博士道,是的,那是一個魔鬼,他不是人。 我笑道,博士,讓你的女人去選擇,不是好得多嗎? 左左目博士道,不是,在那魔鬼的面前,他沒有選擇的餘地。 我聽到這理,開始感到事情並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了。 歸子沒有選擇的餘地,這是什麽意思呢? 有什麽力量能夠使左左目博士這樣的家庭,受到壓迫呢? 我呆了一呆,道,那是什麽人。 左左目道,那是貴子在某國太空研究處的同事,左左目才講到這理,我便不自由主,佛地站了喜來,道,貴子是在某國太空處工作的嗎? 左左目道,是,他至少就離開本國,一直在某國求何。 如今,他是回來道嫁的,哪個魔鬼的職位比他高,對不起,是貴國人,叫方天。 左左目講到這理,我不敢敢到一陣頭睡。我的天,方天。 剛才我還幾乎以為那是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的事,而要離開,如果剛才我離去的話,不知要受到多大的損失。 博士看出我的臉色有意,身子搖晃,望道,你不舒服嗎? 我以手加額,又坐了下來,道,博士,你見過方天嗎? 左左目道,見過的,我發覺貴子和他在一齊,像是著了迷一樣。 他本來是一個極其有主見的姑娘,但是見了方天,卻一點主見也沒有了。 是,左左目初著手,一副著急的神器。我道,或者,那是貴子對他多才的上級的一種崇拜。 左左目望道,不是的,我也說不出那其中的詳細情形,如果你和他們在一起,你就能夠察得到。 我望道,我有機會摸。 左左目道,有,那魔鬼今天晚上又要來探訪貴子。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,踏破鐵骸無蜜柱,得來全不費工夫,正是我那時的寫照。 我今晚竟可以毫不費力地和方天相見了。 我想了一想,道,博士,我不是自誇,這件事你找到了我的得其人。 據我所知,這方天縱使不是魔鬼,也是一個十分古怪的人。 左左目大聲道,魔鬼,魔鬼,他將使我永遠見不到女人。 我精了一精,道,這話從何說起? 左左目望了我一會,將使他也不知怎樣回答我才好。 許久,他才道,我也說不出那事為了什麽,會有那種直覺。 我呆了一呆,直覺,又是直覺。 本來,直覺是一件十分普通的事。 但是最近,我接觸到直覺這個名詞太多了。 納以信直覺到哪指硬金屬的相子和方天有關, 而且故執地相信著這個直覺。 左左目直覺到方天會使他永遠見不到女人, 亦是故執地相信著這種直覺。 這絕不是普通人對付直覺的態度, 而且,更不是納以信和左左目兩人的固有態度, 因爲他們兩人,都是極有頭腦的高級知識分子。 在那一撒間,我的腦中,忽然閃過了一個極其奇異的念頭來。 兩個人所直覺到的事,都和方天有關, 而方天是一個極其奇怪的人, 他似乎具有超級的催眠力量, 能使他的思想,進入別人的思想之中。 我姑且假定為這是他的腦電波特別強烈, 遠昇他人之故。 腦電波本來是一種最奇特的現象。 方天的腦電波既然十分強烈, 會不會他有些並不願意為人之道的念頭, 也會因爲他腦電波特別強烈的緣故, 而使得當事人感覺到呢? 這種情形,在電視播放和接收中,是常常出現的。 有時,在歐洲的電視接收機,可以收到一年前美洲的播放節目。 有時,電視接收機的銀幕上, 又會出現莫名其妙的畫面, 可能是來自數碼公里之外的播放。 此一切現象,全是電波在作怪。 如果我想的不錯的話, 那麽一定是方天在想念著那子相子, 所以使納以信感到兩件事之間有聯繫。 而方天也在想著要拐有貴子, 所以左左目博士才會如此這般的直覺。 我心中想了幾片, 覺得在方天這數的怪人身上, 的確是什麽都可以發生的。 如果我的推斷不錯的話, 那麽,左左目博士和納以信兩人的直覺, 全是事實,或是事實上可能發生的事情呢? 當時,我也難以作出肯定的論斷來。 左左目博士見我沉淫不如, 臉上神色,更其焦急。 他像是盡著最大的內心,等我出聲。 我則因這個問題十分難以得出結論來, 所以遲遲沒說話。 左左目博士終於忍不住了, 道,衛先生,究竟該怎麽辦? 我問道,你要求助於我,貴子小姐, 知道不知道。 左左目嘆了一口氣,道, 他完全入迷了。 我自然不能告訴他, 我只是將他的情形, 詳細地告訴了貴子的微吩咐。 一聽得左左目博士再度提起了貴子的微吩咐, 我心中又不禁一動。 貴子的微吩咐,是井上家族的人。 而那指硬金屬的雙子, 正是井上似雄偉托那家精密而氣功含漢接的, 雙子中究竟是什麽東西, 可能只有井上似雄才知道。 那樣說來、貴子、井上、和方天三人之間, 也不是全然沒有聯繫的了。 然而,他們之間,究竟有著襲摩樣的聯繫, 我卻全然沒有法子說得上來。 我只是道,貴子不知道更好。 我這時,立即向你告辭。 博士張大了口,道,你不願幫助我。 我道,自然不,我告辭, 只要讓貴子看道我已離開了,使他不起而心。 然後,我再以他所不知道的方式, 混進你家中來,在暗中觀察方天和貴子兩人的情形。 博士道,好極了,我們這你的花像, 正請賈回家去了,你就算是花像的提供吧。 我道,自然可以,只不過我還要去進行一番化妝, 在方天到達之前,我一定會來的。 博士探了一口氣,握了握我的手,道, 我就像是一個在大海中漂流的人一樣。 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了,你不要使我失望,貴子。 他講道者你,不禁老雷中橫。 我又勸慰了他幾句,才大聲向他回詞。 貴子送我出來。 他並沒有問我他父親和我交談些什麼, 我也想不出該問他一些什麼才好。 我們一起出到了門口,我才道,日本真是一個很可愛的地方。 一般來說,日本人的愛國心,是十分強烈的。 如果一個日本人,有人向他那樣說法的話, 他是一定會慶高采烈地同意的。 可視貴子的反應,卻十分冷淡, 他指道,可愛的地方,在宇宙中不知有多少。 他一面說,一面抬起頭來,以手遮牙,望著蔚藍的天空。 我聽得他那樣說法,心中不禁一奇道, 你是說地球上可愛的地方多著。 貴子卻道,不,我是說宇宙中。 我搖頭道,小姐,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 貴子道,對了,很少人明白我的意思。 人類在地球上生活,便形成一種可怕的概念, 以為地球就是一切、一切的發展,傳以地球為中心。 卻不知道整個地球在宇宙之中,只不過是一顆塵埃壓。 我嘴著著貴子的話,覺得他的話,聽來雖然不怎麼順意,但是卻極有道理。 貴子有道,有的人,拼命想使自己成為世界第一的人物,又有的人,想要霸佔全世界。 哈哈,就算是達到了目的,那又怎樣,也只不過是霸佔著了整個宇宙的一顆塵埃而異。 我道,貴子小姐,正因為你是在太空研究處工作的,所以你才會有這樣超然物外的見解。 貴子一聽了我的話之後,面上神色,微微一變。 他那種神情,像是教出自己所說的話太多了,所以他立即住口,不再講下去。 而那時候,他已送我到了鐵門口,我不能再逗留下去,便匪手和他告辭。 我曾經對納爾遜先生說過,我去偵查那雙子的來歷,但是如果方天有了信息的話,那我便首先要跟著方天,要弄清楚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。 我一離開了左左目博士的家,便立即到附近的舊衣市場,買了一套像是花像穿著的衣服,又在小巷中,進行著化妝,將年紀改大,還帶上了老花眼鏡,然後,又回到了左左目的門前。 我發現不但貴子認不出我來,甚至左左目博士的眼中,也充滿了懷疑的神識。 他心中一定在想,何以相隔不到一個小時,一個人竟能變得那樣厲害。 我很快地就接手做起花像的工作來。 貴子和我再一起收剪著花草,我盡量不說話,以免露出破綻。 同時,我心中暗暗好笑,因為納爾信為我準備的住所,我又用不著了。 一天之間,因為情況不斷地生著變化,我的身份,竟也改換了數次之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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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